近年来方便的集食料理 越来越受到欢迎 让全台调理食品产值 已经突破400亿元 看着商机 从加工澎湖水产起家的 食品业老板蔡瑞富 把自家的中央工厂 变成了餐饮业的后厨房 不管是小吃店 连锁餐厅 甚至星级饭店 北台湾几乎有一半的牛肉面 都是由他的工厂代工 一周销量就能突破上万和 来看这位澎湖婴儿 是如何用将近20年的时间 开发出超过上百种产品 在食品代工市场站稳脚步 Q弹的面条 倒入加热过后的牛肉调理包 拌进拌肉的大块牛肉 配上色泽均匀的红烧汤头 消息肆意近年忍不住食指大动 因为它有特别的中药味 对 就主要是它的中药 我们有调过一些 我们就改变它里面的一些成分 所以我们有在这方面 有特别的一些味道 是真的是会让人家 会想要再一次再吃 因为我们是做后煞 我们是有煞鸡 所以我们在那个肉质的部分 我们是牛腱腥 非常的会暖冬带Q 可是它Q又不烂 走进新北五谷这间食谱加工厂 正在生产客户指定的牛肉面 让人惊讶的是工作人员处理牛肉 用的居然不是机器 而是纯手工 而且从刀工切法都有讲究 老板蔡瑞富说 这样才能让每一块都是半斤半肉 光准备工作 其实最少有半天 你光看切这么多肉 这个用手工切的 没有办法继续切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部位 都是手工切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讲究 口感 我们特别把牛腱腥 把它斜切出来 我们把它对切 然后再切块 所以每一口都是半斤半肉 吃起来就是半斤半肉的感觉 口感非常好 都不会有色的感觉 切好了牛肉 接着就要下锅卤制 要先把姜爆香 接着加入调配好的佐料 倒入酱油浓浓的香气 瞬间弥漫在空气当中 再加上葱段 等待牛肉块逐渐上色 更显美味 我们家的牛肉面 跟盐布一样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酱炒香 特别不管是豆瓣酱 还有这些姜 甚至于我们加糖 还有加酱油下去 我们都要把酱香炒出来 炒出来之后才加水 加水之后我们滚了 才准备来滷这个牛肉 牛肉把它滷入味 牛肉是从肉的表皮 到肉的内心都有滷入味 所以这碗牛肉面 每一口的肉的酱汁 吃起来都非常的好吃 蔡瑞富是这家食品代工厂的老板 虽然在台北做生意 但其实是来自洪湖的Gena 祖父鼎炒时期 拥有13艘遗传 父亲则是从事运货买卖卖生意 为蔡瑞富之后创业打下基础 我们同屋人都是靠海为生 爷爷的时候真的有满多少船 吃多少 家里随时随地像楼下 都好多我们讲 就是说捕鱼的人 要出海捕鱼 然后捕鱼回来 然后就回来领钱 然后很多渔货 要把渔货卖出去 每天都是看这些船员 进进出出 后来爸爸就是都做鱼货的批发 然后后来经验我读书 毕业之后 然后进入职场 职场没多久 爸爸就说 突然就来做一些食品的加工 从那时候起 他开始把鱼货变成鱼竿 鱼竿又做成罐头 从第一样产品 澎湖干贝小鱼 一直到现在的软食罐头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调理包 而这道牛肉面 是他的主力产品 经过试调后 蔡岳父发现 牛肉面是很多台湾人 喜欢吃的美食之一 不管是一般小吃店 连锁餐厅 甚至是星级饭店 都能尝到牛肉面的滋味 但想要与市场做出趋合 客制化与精致化就很重要 像我们会帮人家带东西 因为我们会做牛肉面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的客户业者 他需要怎么样做调制 很多业者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方法 他们的要求 我们都会逐合客户的要求 去帮他做到他想要的美味 我们现在很多知名的品牌 其实他卤汤是卤汤 他卤肉是卤肉 所以牛肉的卤制 跟牛肉的炖汤是分开的 所以煮汤有的时候比肉还要贵 因为汤的成本 还有头的料都非常的 很重本才会好喝 切好的芹菜和苹果 倒入滚水中提味 煮出鲜甜滋味 刚刚卤完的肉在倒入汤中用小火慢炖 直到果香与中药香慢慢融合 前前后后需要两到三个小时 才能进到户端的包装杀具 餐饮的环境活络起来 牛肉面的市场非常大 其实有时候大的话 一个礼拜都可以超过一万 都可以一万以上 甚至于它的倍数 因为我们其实台湾的很多品牌 在卖牛肉面 它的销售量其实是非常好 我们的服务主要都是帮客户代工 所以这一块它的量 就是一直都在成长 瞄准食品的半成品制作 能帮客户减少人力成本 客户就能花更多时间研发菜色 而且销量增加代工量也会增加 它就是用这样的互利循环模式创造双赢 牛肉面好了 我们帮你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它就会想说 如果找我们服务 它可以怎么样创造出更多菜色 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切肉煮肉 它会有损耗 如果我帮它服务好它这一块 它只做好行销跟产品组合 还有服务 这样就好了 不只是牛肉面 这道庶民里是枝王卤肉调理包 一周就能为它创造近5000包的销量 卤肉要做出大众喜欢的古早味 就要利用不同部位的肉制造出层次感 我们常常在吃东西就是 我们想要吃到层次感 我今天为什么要分三个东西 去切法不同 肉的大小不同 然后肉的部位不同 它就是让我们到时候在吃的时候 层次感会很明显的会浮现出来 把猪皮 后颈肉还有瘦肉 统统混合在一起 先下锅烫熟 捞起放进特制的卤汁中卤汁 上色均匀后就能起锅 我们看似好像很简单 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要费人力 它的经验去看 比如说我们煮卤肉饭 大家都要吃到有一点胶脂 最简单就是要炖到我们 要出胶脂要出来 现在的人最不会做古早味 我做这一块是用古早的方式去做 刚煮好的卤肉Q弹软嫩的样子 相当勾人食欲 再将卤汁和卤肉分开 就能进入产线包装 严格紧盯产线每个步骤 蔡瑞富即使已经贵为老板 还是要亲力亲为 想要翻身背后最大的动力 是希望能够在台北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境其实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妈妈从小就是在菜市场卖鱼货 然后就从一块铁板子铺饼放几只鱼 然后上卖鱼 妈妈说小时候不懂事嘛 常常就去找妈妈 妈妈在那边卖鱼 然后就跟妈妈蹲在地上 我想的时候就蹲不下去 后来等我慢慢长到 我就内心告诉自己 我以后不要在菜市场做卖鱼的生意 到了台湾我就都是我想 台北的人都穿西装打铃带上班 好业务 这个让我好向往 尽管吃足了苦头 尝遍了人情冷卵 她依旧咬着牙没有放弃 创业到现在已经将近20个年头 蔡瑞富如愿在台北 拥有自己的一分事业和家庭 但却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 我一直想要做 有一个我们就是说可以 素食者可以吃的产品 然后我内心一直在想说 我就缺了这一块 五人酱是我做素食产品的第一步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会思考说 我要做全素 还是奶蛋素还是五辛素 我常常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人吃全素 他吃了一大堆味精 我也觉得说 做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你还是在吃一些调味料的感觉 后来我就做这五人酱 为什么 因为果仁里面含有 吃素的一些我们讲植物性荡胆 跟坚果就是对身体不错 从港式XO酱发酱饮花生 腰果杏仁南瓜籽 还有芝麻作为主要食材 分开用油炸过后 加入特制的香辣油组合 做成及时的方便酱料 主打无添加素食可食用 蔡瑞富不断突破对食品的想象 把软式罐头的概念 透过一包包条理包推广出去 至今累积的品项超过上百种 我们品项很多非常多 看到这些只是一部分而已 还有我们仓库的 还有我们厂内的在生产的 所以我们有进行中的 跟我们后面的就是我们成品 我们所谓的成品 我们的品项应该有上百种 我立定好的目标 我就是要做日本跟美国 因为当我日本跟美国都做了 我就做了全世界的标准 所以我就一路上就是一直在努力做这一块 蔡瑞富用行动证明 只要勇敢朝梦想前进 有一天也能护上理想生活 一包包条理包承载着他的信念 要被全世界看见 看到这里小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